找一隻錶迷手錶系列,很少見到Bell & Ross這個形態,圓形的錶 這隻是黑面跟一個小錶針 這個表面有點像以前的色仔表面,但它不是正方形的 它是圓形的,一支棍凸出來,作為一種五分鐘十分鐘的marking 你看到這個殼,我覺得有點像IWC的飛行員 它不是另外做一個Bell & Ross,在殼裏面比較高 運用Machining的技巧去做一個Bell & Ross 這個做法真的有點像飛行員,但表面又不太像 表面的做法,其實就像軍標多一點,一種很RAW 就這樣塗一些夜光、螢光物料在盤上,不會有字釘 這個針其實也是像以前的軍標的做法 就是它有白色夜光,但整支針都是白色 令到整個對比度,就算是日頭,整支針的對比是更加大 亦不會說有些很亮、很拋光的反光的感覺 我想就很適合軍標的性格 後面,不是做大槍,只是擺輪部分的位置 看到有個N字,Bell & Ross的N字 它的帶子也挺有趣的,跟我們一般的鏈帶的造歌形態有些不同 它的帶子也挺大格的,大格到好像接近一個正方形 然後旁邊有兩件細的組件,作為兩格之間的橋樑連接 在旁邊而已,很小,但中間也有一個洞洞的位置 它也挺有趣的,就是在旁邊才看到的 那種不同的關節位的接合效果 我覺得蠻有心思做的,Bell & Ross在這帶子 尤其是在旁邊才看到的 個人的喜好選擇 如果我只有一隻來算 我都會選擇方形的instrument 配條皮帶或膠帶 都是先入為主的品牌印象 如果有第二隻,這隻其實也有特色 就是Bell & Ross很少做鏈帶款 這是其一,亦很少做這樣的圓錶 第二,第三隻,不妨可以試試 因為價錢也不是貴的 這隻錶應該